Hello,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商量中国 我现在在一线城市,经济特区,深圳 现在我来到深圳的光明区 这个视频我带大家来走一走 深圳的一个网红公园,红桥公园 红桥公园是深圳最红的打哈地 在这个公园,有一条绵延数公里的红色栈道 就像一条红色的丝带穿梭在城市与森林之间 在520那一天,有很多情侣纷纷来红桥公园打哈 今天不是周末,游客不是很多 这条栈道全长4公里 我们从这个视角看一下这条红色栈道 确实是深圳光明区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深圳红桥公园被誉为城市森林中的红飘带 以前光明区属于深圳的郊区 有很多工厂 现在我们看一下光明区发展的速度真快 四周都是高楼大厦 光明红桥桥宽5米 桥高达到了8米 红色跟绿色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深圳这座城市的绿化 在全国的城市来讲都是一流的 那边有一个闹钟 深圳速度啊 深圳是一座快节奏的城市 永远是在跟时间赛跑 天有不测风云啊 感觉要下大雨了 有点不敢走啊 终点是一个塔 到那个塔顶上 视角很好 天空乌云滚滚呢 要不要继续走呢 雨中漫步红桥 也别有一番情趣 这边是一个水库啊 哇 对面还可以焊到一条高铁线 焊一下近站的高铁 有点纠结 要不要继续往前走 万一下大雨就麻烦 对面 这边是一条高铁线 想要承受 的 这边是一条高铁线 一条高铁线 这边是一条高铁线 就要保持 一个就是一条高铁线 在这边就行 四万多一平方 非常的贵 在红桥散散步还是挺惬意的 从这个视角看一下红桥 弯圆盘旋 穿梭在城市之间 非常的壮丽 夜往上走 风景越壮观 还有景观车会上去 小情侣还是蛮多的 据说520那一天 红桥挤满了情雨 我觉得站在那个地方 拍照是绝佳的视角 出太阳了 深圳的天气 增多变 就像女孩子的心事 太善变 要是能在天空 汗见一道彩虹 那就更为美了 哇 一列高铁飞驰而过 这个视角确实是美 真的是 东边日出 西边雨 道士无情 却有情 感觉红桥公园 每一个视角 都有独特的风景 我们到那里去看一看 也许会更美 哇 好美 感觉就像 城市森林中的红飘带 这也太美了吧 这边的绿地好优美 感觉是一个高尔夫球场 哇 这边是别墅区啊 感觉像是富人的 度假庄园啊 这个环境太优美了 红桥穿梭在历龄山间呢 哇 这边还有一座空中的桥啊 好窄啊 前面还有一个塔 应该是也不能上去 下面还可以听到流水的蝉蝉声了 我们走到前面那个塔那里去 哇 这一段太美了 跟喜欢的人在这一段漫步还是挺浪漫的 那边就是深圳的光明城啊 喊一喊深圳做着城市的绿化 太优美了 这一块就是深圳光明区的城市绿星 感觉红桥的每一段 都有它独特的美啊 前面就是红桥的终点塔 可以登上去的 现在我们登上去 登高望远 上面的视角更好 哇 从这个视角和红桥 就像一条红飘带啊 蜿蜒盘旋 再往上登 还挺高啊 哇 终于登上来了 上面的视角真好 这上面可以看到红桥的全景 这边还有望远镜 应该是收费的 现在我已经在终点塔的最上面一层 下面一起跟随我的镜头来欣赏 红桥公园的美丽风光吧 下面也会被创下的 红桥公园的美丽风光 红桥公园的美丽风光 也会被创下来的 红桥公园的美丽风光 这边是一位